各位同學是塔斯Vsus 領導演第38條 The photograph shows an adapter for charging up the battery inside a mobile phone which of the foreign statement about the adapter are correct 這個充電器,看看三句話 第一,It is used to step down the voltage from the mains to the value suitable for the mobile phone 這個Mobile phone充電器,即是這張照片是一部很舊式的電話 這張照片很像3310,Nokia神機 但以前充電器的充電都一樣 跟現在是5幅 以前我都沒有太多留意 這張照片也不會去到Mings的220V 在香港的Mings,即是市電 插了比根的照片,就是220V 所以 我們充電器的小型電器時,我們不會用到這麼大的照片 我們一定會用到這個充電器去充電器 所以它是用到這個充電器的充電器 用到這個充電器的充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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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句是正確的 第二,It can convert the voltage from AC to DC 它也可以把它轉變成DC充電器 這個也是正確的 因為電器的充電器是一個充電器 充電器的充電器 其實我們都是用DC充電器 我們很少用AC,我們充不到一個充電器 即使是現在新式充電器的充電 都一樣的,我們都是把它由AC轉成DC充電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些充電器 即是插在插頭上有一個插頭 然後轉成USB,現在大家通常用那些 或者是轉成Type-C 那些充電器的插頭 其實有寫著它會轉變成多大的DC的充電 所以它也是要把它轉成DC充電器 而第三,It is black so that it can radiate heat more efficiently than those in other colors 這個不是EM的問題,這個就是radiate heat 其實是關於heat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通常插頭都是黑色的呢 雖然有些公司出現的是白色的 但是為什麼用黑色的呢? 黑色其實有個好處的就是它的散熱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step up step down 其實裡面就是做了一個變壓 變壓就是我們裡面做了一些類近transformer 其實它不是一個很傳統的transformer 總之它是用了一個 會需要改變電壓的一個裝置 它是會產生了heat的 它是有power loss產生heat的 所以充電的插頭會熱的 充電的插頭會熱的 充電的插頭會熱的 所以它是越黑色的話 它可以 所以by radiation去散熱 去loss heat more efficiently loss heat faster 所以 就可以有這個好處 所以為什麼要用黑色呢? 就是more efficient radiate heat radiate heat 即是heat loss by radiation 所以這句也是正確的 這個就是大家日常生活都在感受著用的電器 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會是這樣的 或者它其實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學了這些東西全部都 所以三句都是正確的 1,2,3就是d 一句話 然後我們看來